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文大家也看到了 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 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 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反击 这部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表态 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12点01分开始正式实施 看到这个消息 相信船长也淡定了贸易战的第一回合 双方互征关税已经开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为侠科导转了解读 他的观点角度很新颖 美国贸易代表已经确认 自美国东部时间6日周五0点1分开始 对华加征关税 我方立刻宣布实施早已公布的对等报复清单 这场无可避免地创造了全球贸易史上涉案贸易额最高纪录的贸易战 双方正式动手了 美方挑起这场贸易战 并无经济逻辑可言 现在的美国不是处于经济萧条 而是处于经济景气封顶 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 贸易保护不能 哪怕是暂时增加美国就业总量 只能对美国经济施加额外的干扰 加大从产业界的供应链 混乱到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山姆大叔一直神神叨叨的美国贸易逆差 归根结底也不是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 不公正贸易行为所致 而是山姆大叔自己的错 继续维持天文数字的军费 甚至还要进一步加码 就是美国推高自身经济压力的最大错